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梳理近期文化热点 近日 亚洲文明连展 大道融通亚洲艺术作品展 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来自41个国家的120位艺术家 创作的130件作品 根据作品的表现内容 分为东方写意 美丽中国 美人之美 三个部分 通过水墨画 油画 板画 雕塑等 丰富的视觉形式与艺术语言 向亚洲各国以及世界人民 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象 展示亚洲各国文化的独特面貌 其中 展览第一部分主题为东方写意 以荷花为题材 取荷 谐音荷 寓意和平 祥和 展览将持续至5月26号 日前 唐卡巨幅长卷 一代宗师时事班禅 亮相第15届深圳文博会 该长卷总长56米 高1.8米 历史5年创作完成 画卷采取藏族传统 唐卡绘画记忆 与现代国画西洋画相结合的创作手法 展现了近2500多个不同人物形象 和中华锦绣山河 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祥和主题 用充天然的矿物颜料 来描绘我们中国历史的大型人物画卷 传播我们的唐卡艺术 中文原创音乐剧图兰朵日前在京举行了 版权签约仪式 此次签约标志着与作曲家 理查德·科西昂特签订音乐版权建立合作 共同制作中文版音乐剧图兰朵 图兰朵改编自阿拉伯著名的民间故事 杜兰朵的三个谜 故事讲述了一位元朝公主通过猜谜语 来选择夫婿最终学会爱的故事 作曲家科西昂特耗时近十年 才完成该项目音乐的创作 据了解 此次中外团队联手打造的图兰朵音乐剧 将献理《中意建交》50周年 于2020年5月开启全国巡演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由中山学校举办的 《我和我的祖国》专场音乐会 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 本次音乐会由中山合唱团 舞蹈团 管乐团 几百名师生联媒演出 同时还邀请了合唱指挥家吴林芬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张海峰等艺术家们 与学生一起同台献议 在西方人眼里 瓷器就是中国的代名词 为了学习了解最原汁原味的东方词意 许多国外陶瓷匠人 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朝圣 他们在千年瓷都景德镇 居住生活创业 并有了一个时髦的称呼 杨景飘 来自韩国的陶艺家 梁宽芷就是众多杨景飘中的一员 景德镇因陶瓷文明世界 自古就由工匠八方来 启成天下走的人文景象 如今在景德镇的街上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杨面孔 拐进店铺接待你的 或许又是杨老板 不大的城市 已经变得更加国际份了 在景德镇陶西川的陶瓷创意园里 每年都有超过5000名 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人 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陶瓷艺人 以陶瓷为载体进行交流碰撞 为景德镇的陶瓷文化 注入了新的理念和设计风格 来自韩国的陶艺家梁宽芷 就是众多外国陶瓷艺人中的一员 这一个一个的部件 代表着亚洲的各个国家或者个人 通过共存的这种面貌 我希望可以通过作品 来表现亚洲大国小国 共同发展的梦想 2011年 第一次来到景德镇的梁宽芷 被景德镇仍然保留的 72道手工制词工艺所吸引 他说这里才是座陶艺的天堂 于是2014年 他来到景德镇陶瓷大学 攻读研究生 并师从陶大校长 著名陶艺大师宁刚 在四年的学习中 他不断吸收中国陶瓷的技法和工艺 使得自己的作品 从过去的造型类丰富到瓷板类 并在色彩的运用 技法的表达上更加多元化 我的作品刚开始在韩国的时候 色彩感不强 后面来到了景德镇学习之后 尤其是跟着宁刚教授 学习了很多中国的陶瓷装饰技法 我把这些色彩的感觉 装饰的方法运用到了自己的作品当中 明清时期 景德镇成为全国外销瓷制作中心后 外销到朝鲜的青花瓷器 尤其受到欢迎并引起仿效 据朝鲜史书记载 当时帝王贵族所用酒具时 将青花和金银器并列 庶民则不得使用青花瓷器 在韩国现在的海域捞出来的沉船当中 发现了大量景德镇精美的青花瓷 我认为整个韩国关于青花瓷的发展 都是基于明清时代 所销售到当时朝鲜时代的这些瓷器 所慢慢产生的 然后后面慢慢地就有了 属于朝鲜时代自己的民族风格 现在梁宽直在中韩两国的陶艺界 已经名气渐长 经常会应邀去参加各种陶瓷艺术展 而他作品中也越来越多地 呈现出了中国元素 这种不同文化在一件陶瓷上 呈现出来的交流与互见 正是梁宽直来到景德镇的初衷 而除了陶瓷 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也给予了梁宽直创作的灵感 比如汉字中朋友的彭字 在梁宽直的作品中 就变成了两个月亮 我觉得这个汉字 特别能代表我自己作品当中 想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大家可以友好的聚在一起 现在梁宽直和另外六名韩国陶艺家 共同在景德镇陶西川文创街区 设立了一家韩国陶艺作品展厅 与梁宽直一样 首次来中国参加陶西川 国际逃逸邀请展的 印度逃逸家普里亚 也在抵达景德镇后 找到了精神的归宿 这件堆花作品 是普里亚在看到中国 玉雕空异后心学的技法 而这件作品中大眼睛的鱼 则让普里亚感受到 她与中国艺术家的心灵对话 这次来到中国 我在一个二手书店 无意中看到了八大山人 朱搭的话 我发现原来这个人是我的师父 他跟我都在做大眼睛的鱼 只不过一个是几百年前的 一个是现在的 而且是在不同文化领域的 所以我觉得来到中国 以陶瓷为载体 我的想法和创意 能被更深刻地理解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因互建而丰富 历史上通过陶瓷这一载体 中国就从阿拉伯国家 吸取了陶瓷的花色和图案 从欧洲国家 吸取了制作样式和个性化的风格 中国也在与一带一路国家 陶瓷的输出 加工 定制中 获得新的能量 新的生命 当时这些陶瓷 作为商品输出的时候 肯定是作为当时最高的科技技术 来进行的技术输出 商品输出 而当我们拿出这样的手机 来拍摄这些外销瓷的时候 很明显是一种现代的高科技 跟当时的最高的科技 一种莫名行为上的对话 在梁宽池和普利亚看来 千百年来 中国始终秉承的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建 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 让他们有机会来到千年此都景德镇 领略当今的景德镇陶瓷文化 而中国近些年开展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外交活动 也让他们感受到了 中国作为东方大国的担当 陶瓷文化作为重要的交流载体 在两国当中也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传递文化的作用 相信未来也会更好的 作为一个很好的媒介 产生更大的助力 帮助两国共同发展 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有这样一种使命 有这样一种讯息发出的话 其实对于大众来讲 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讯息 就是让大众觉得 其实所有人都应该 这样携手一起发展 而不是让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国家 地方得到发展 可以让所有人都可以生活得很好 这是我的理解 如今越来越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匠人 把景德镇当成了自己的家 他们的作品《远消全球》 也把中国的陶瓷文化和东方理念 传播到世界各地 成为融通中外的文化使者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文化资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文化十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不仅有机会迎娶演出门票 或文创产品 还能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与您喜爱的艺术家 面对面